1949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 历史学家吴涵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迅速转开 正在上高中的文理术 也在和同学们议论了这件事情 而吴涵此时却正在一列火车上专注读书 这个吴涵先生呢 是1949年11月 在到苏联去访问的火车上 听到了他被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选为副市长 文理术 吴涵秘书 1951年5月到1956年8月 他亲身跟随吴涵 见证了学者吴涵的市长岁月 1951年5月 吴涵登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将近两年的时候 北京市委组织部选定文一多的侄子 文理术为他的新一人秘书 当时的文理术刚从高中结业 正在积极参加着三反五反运动 听到组织对他的安排后 他兴奋地一路小跑来到了北京市政府 到市政府报到以后呢 吴涵也很高兴 因为小时候跟他见过面 吴涵先生当时住在西仓坡 新南联大教育教职员宿舍 正巧呢和文一多先生呢 住在邪队门 所以我在假日到西仓坡去玩的时候呢 往往有时候看到了吴涵先生 那还是1940年代 儿时的文理术 经常看到吴涵慷慨激昂的演讲 无数人为之振奋 虽然那时候的文理术 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 但在他闪烁的眼睛里 吴涵就像一个大英雄一样 让他崇拜 而时隔多年 能来到吴涵身边工作 他兴奋地有些紧张 但想到他记忆中的 另一种别样吴涵 一种亲切感 又不由而生 当时他的爱人 袁振女士身患重病 一直有肺病 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 所以吴涵在教学 和参加民主运动的 同时还要照顾多病的妻子 有时候就看着他 提着一个菜篮子 到菜市场买菜 给我一个 总的印象就是 吴涵先生是很 说话快人快语 就像小钢炮一样 说话非常快 另外就是 对小孩都是很好 刚刚成为吴涵副市长秘书的文秘书 除了积极学习相关的行政工作 还经常细心地观察着 他小时候便崇拜的吴涵 他发现 尽管吴涵已经从事了 将近两年的副市长工作 但坐在办公室的吴涵 好像并不存在 也还不完全是十分拿手 因为我感觉得出来 第一呢 他没有做过行政领导工作 第二当时他不是党员 但有些具体工作呢 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终究隔着一层 有时候觉得他有些 工作起来 有时候还是有些棘手 有一段呢 好像工作也不多 不是那么繁忙 当时北京市的市长是彭真 副市长有两位 一位是吴涵 另一位是张有瑜 吴涵和张有瑜之间的工作状态 在文理树看来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我们这个办公室就很齐 中间一个过厅呢 摆着一套沙发 有时候公务员和警务员在那坐着 南边那厅那大屋子呢 是张有瑜副市长的办公室 北边这张是吴涵副市长的办公室 这有一同志呢很忙 而且事情抓得非常具体 他也是市政府的常务副市长 分党组书记 当相对来说 武汉就这显得就是清闲一些 但是他作为就是把毛选 拿出来看毛选 看毛选 有这样的情况 后来逐步熟悉嘛 慢慢就步入正轨了 主动的去下面试 检查工作 到基层去 或者提出很多决策性的意见 请大家来考虑 1949年11月 吴涵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后 毛泽东指示吴涵 要钻进去 彭真也要求吴涵 走入基层 深入研究 吴涵经过几年的磨合 在苦思冥想之后 担任多年教员的他 决定从自己熟悉的教育入手 以提高中小学教学智能免住 北京市中小学 从私立学校 改为公立学校的过程当中 从教材的建设 校舍的建设 提高师资质量 关心青少年全面发展 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吴涵年轻时 便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 苦竹堂 做过小学教育 对于中国落后的中小学教育 深有体会 新中国建立后 北京的教育事业 虽有不小的发展 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主管文教卫生方面的吴涵 为了提高北京中小学教学质量 准备首先在编辑新教材方面下手 它组织了这个 首先以历史 然后是语文 数学 教学参考资料的 系列的编写 集中了很多这个 中学的优秀师资 师资 编写这个教学辅导资料 这样一些没有经验的 或者水平比较低的老师 就可以使用这些资料 做一个辅导的教材 直接来讲课 就大大的 缩短了这个备课的时间 而且提高教学质量 这是很有成效的 普遍受到欢迎 吴涵 反复找到了当市长的感觉 这时的他 已经不愿意 只是坐在办公室看书 而是经常到学校去 找校长老师谈话 了解情况 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教材编写方面 他尤其关注 他所钟爱的历史课本 并组织了大量的教师 进行编写 文理术也跟着吴涵 东奔西走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具体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地方 亲自坐着去跑的 比如他组织一些 有经验的中学教师 一些中年人 比如这个当时 东城区的副区长 还有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 谢成仁先生 搞历史学的 等等吧 他都容纳到他这个 中小学教学参考资料办公室 来做这个 编辑审查工作 而这些教材 这个辅导资料 都是由这个 各个中小学 特别中学的一些 幽教教师来集体完成的 教材编写带来的成效 让吴涵喜上一声 能让学生们快乐地学习 让他感到了当副市长的乐趣 喜欢孩子的吴涵 对青少年的成长 也十分关心 他十分注意 保护学生的视力 并曾经很感慨地认为 他们那一代人 过去这方面不注意 戴上了眼镜 现在要创造条件 不要让孩子 也像他们一样 对此 跟随在吴涵身边的文艺术 也有在清洗的经历 比如他很重视 这个青少年的视力 他亲自带着一些同志 到底要去搞调查 亲自到一些小学 去看校舍建设 看黑板的安置 了解学生的视力的变化 以及少年之家的选定 天文馆的选定 这些我都因为作为秘书 手掌出去了 当然我们就要跟着去 文艺术所提到的少年之家 是吴涵对他喜爱的孩子们 着重做的一件事情 他亲自倡议在北京景山公园 成立了北京市少年之家 和校外儿童活动站 之后又督促北京各区 都要成立少年之家 这个少年之家呢 曾经培养了很多 我们说少年的人才 比如乒乓球 比如绘画 比如舞蹈 比如音乐 等等等等 比如中国著名的乒乓球 老将 庄子栋就是少年之家 乒乓球班这个学生 这方面都是 做了 还有很多儿童游戏场 1950年代初起 北京市副市长吴涵 在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上 深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才能标本兼职 为此 他发起组建了 北京师范学院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 北京韩寿大学等 师范类院校 也是 非常辛苦 势必功卿 可以说是 不是说光下一个指示 原则提一些意见 而是具体去 去跑点 去选人 再有1955年呢 成立了北京师范学院 北京师范学院 现在已经发展到 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世俗的多学科的 师范研究型的大学 吴晗在筹建这些学校时 倾注了一个学者 热爱教育的新学 他亲自担任了 北京师范学院 历史系的名誉教授 不但自己经常到那里讲课 而且还亲自出面 请了许多各科专家 来校讲课 另外 他还创办了 北京广播学校 并亲自兼任名誉校长 那在武汉同志的倡导下呢 就成立了北京广播学校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视 只能通过这个无线电的收音 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进行远程教育 那么大家通过无线电的课程 就能得到很多 优秀教师的授课 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 自己的学习质量 和一些没有能够入学的 孩子们的这个找到了 学习的创造学习条件 吴晗在忙着筹建学校的时候 另一个青少年问题 又引起了他的担忧 对于学校中一些违法的青少年 人们更多的只是厌恶和无奈 可吴晗却没有忽视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而是多次和公安局教育局 共同研究讨论措施 最终于1955年 在北京的西郊温泉 创办了北京的第一座公读学校 小的岛小学生 高年小学生 大的是中学生 他们的行为有偷窃的行为 性混乱的行为 打架斗殴的行为 那么在各个学校呢 没法继续上学 成了害群之马 那么但是呢 公安局因为是少年学生了 说犯错误也好 你说也接近犯罪的性质也好 你不能够把它作为罪犯 关起来 那么就创办了公读学校 又做工又劳动又读书公读学校 这所公读学校里 除了正常的教学设施 还设有铁工厂 木工厂 养猪厂 以及实验田 吴寒每年都要到这个学校去几堂 为了搞好这所学校 他还专门读取了不少相关的书籍 这个我清楚记得到 记得当时为了研究这个学校呢 吴寒先生呢 专门找了苏联的儿童教育家 马可联科 专门看他的著作 马可联科在苏联和事业教育史上是很有名的 努力总算有了进展 有一次吴寒来到学校的断铁车间 三个青年正光着上身 抡着大锤断铁 他们干得很愉快 休息时还为吴寒等人演出节目 吴寒看到这些人的变化 当场开心地笑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后来一些学生呢 有的考上高中 有的就业 有的入了团 一个别也有考上大学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 继续变坏了也有 因为教育总不是万能的 这所公读学校在吴寒等人的努力下 办得有声有色 并以这所学校为范本 迅速在北京乃至全国 创办了多所公读学校 教育界人士极为称赞 老画家齐白石对此很为感动 特地画了一幅叫草木神仙的画 送给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呢 也曾经用这个题目编一部话剧 也叫草木神仙 就是对青少年的挽救方面 做出了这个有效的工作 这个吴寒先生呢 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北京市副市长吴寒 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 对于名史 他尤为擅长 而对于明代的文物古迹 他的兴趣更是远远超出常人 他希望有更多的文物资料出土 1956年他同郭沫若 沈彦斌等六人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 要求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 但文力术看到吴寒的神情并不乐观 但这事情是遭到了这个郑正舵先生 就是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 著名的考古学家和这个夏奶同志 当时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的反对 认为条件不成熟 郑正舵夏奶都反对 认为这样目前开这么大规模的开 我们的技术条件不够 万一挖出来 我们的文物没法保护 发掘明代十三陵 是吴寒多年的愿望 对此文力术知道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1930年代 夏奈和吴寒同在清华大学工作时 夏奈就曾经问过吴寒 如果由他来选择 他打算挖掘什么武器 吴寒毫不犹豫地回答 挖掘明十三陵 后来达成协议呢 就没有挖掘长陵 就是民族组组的陵墓 改挖定陵 这是明神宗万里皇帝的陵墓 经过考古研究呢 考古工作队 这个艰辛的发掘呢 最后现在定临开放 这个也是 重现了当年封建帝王 那个死后的一种状况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事情 因为其中取得 那个文物资料 都是最顶尖的国宝的东西 无比热爱着历史文物古迹的吴寒 在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期间 却不得不面临一个 他不想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备受争议的 拆除北京老城楼 城墙 排放的工作 在这场大拆迁中 吴寒担起了 届时拆迁工作的任务 为此 他与主张保护这些古迹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 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成论 当然梁思成和林徽宁 他们和吴寒的私交是不错的 但在这个城墙的存费 和排楼是否 是保存还拆掉 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态度是不一致的 而且是 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 没有之后没有人说服谁 文理术清楚地记得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吴寒 一起到拆迁问题 就不停地抽起了香烟 但作为北京市副市长 吴寒不得不考虑 北京将来必须面对的交通问题 他曾在一次与梁思成的争论中说 梁思成是老保守 说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 这些排放 宫门 在高楼包围下 几乎都成了鸡龙 鸟舍 有什么文物建设价值可以 气得梁先生当场失声痛 我认为他的态度是在 在拥护市委和中央决定的前提下 尽力做到保护 但是保护部 你必须拆 这是要肯定的 因为不拆就影响北京的市政大局 拆了以后呢 他有的 他就挪一个地方 比如这个北海前门那个 那两个排楼 后来挪着陶仁廷去 把他按着圆 圆遮圆位的复建在前面 那么其他的一些排楼呢 当时都由建筑部门 古建部门 绘了图 做了这个 量了尺寸 就是 这个将来要复建 但是有些东西后来就没有能做到 因为城市建设发展太快了 也没有人去做 文立树说 其实吴晗对这些老北京古迹 是有感情的 在拆迁之前 他曾经派人用照相机 把这些古迹都拍了下来 这件事情过去后的1956年 文立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离开了吴晗 1969年 他听说了吴晗的死讯 时至今日 已经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岗位 退休的文立树 依然常常回想起 在吴晗身边工作的那段往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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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